小朋友老师 这边是有男生客人来找你 对 讲到爱情护仇神 有有有 其实我那个男生客人 他也很选 就是说因为 他本来就是花心大萝卜 就是他交往很多个人 但是他就刚好交到一个女孩子 然后这个女生 他心机很重 臣服很深 然后这个男生也知道说 这个女的不好 于是他就想说 赶快跟这个女的要分开 但是他们 因为这个男的 欲望比较高 就是说一直不断的重复的 跟那个女生发生性关系 然后就长达有一年 当然这个女的 一直以为这个男的很爱他 但是有一天 这个女的就发现说 这个男的很像 都有跟别人在外面 就是 劈腿搞暧昧 就问这个男的 结果这个男的就很生气 就跟他断了 切断 然后这个女的他就觉得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伤害我 于是他就想出一个方法 说我一定要报复你 而且那个报复他说 一定要让他悔恨一辈子的这一种 因为这个是他第一个交的男朋友 所以说他就看不破 后来他知道说 他的这个男生 他有个双胞胎弟弟 跟他长得一模一样 对 所以他就去查他的那个Facebook 就是因为他弟弟都会去按赞 他就去点进去 然后就查到那个Facebook 上面不是肉血 你的公司在哪里 对 他就点到他的公司去 然后就找到他的公司 然后他就觉得说 我一定要立志 他把他当成一个志愿 我要跟你的弟弟在一起交往 是 有达成吗 有达成 然后他就按进去 他的弟弟的公司 有没有 就真的 他就带了一本书 然后就到他弟弟的公司 有没有 他就是说每天都这样等 然后就 有一天刚好看到他出来 然后就故意 撞到他弟弟 然后书掉下来 然后他就跟他说 哇 我觉得 就是跟他弟弟说 他感觉说这辈子 很像没有遇过 像你这么好看的男生 什么之类的 就像那个嘛 他不是说神这样吗 就是这个女的 也是把它包装成说 很像我们是命中注定的 那种感觉 女追男哥成杀 对对对 很容易 是 一下子就在一起了 天雷光弄地火 那他们两个在一起之后 就是父母亲 之前也没有看过这个女的 那他弟弟之前也没有看过 说他哥哥 其实跟这个女的在 有这个女友 对 有这个女友 后来到了要论结婚嫁了 他就 弟弟就把这个女的带回家里 给父母亲看嘛 父母亲说 哥哥也在 哥哥他那时候还没回来 那时候父母亲都说 哇 好棒喔 这个你的很厉害 还会洗碗 什么什么拖地 就觉得说 好了 那你们就赶快结婚好了 很娴熟 很娴熟 结果他哥哥就从门外 有没有回来 哇 一打开门 看到吓一跳 怎么会是这个女的 他吓死 然后他里面 一直不断地 有没有很想骂脏话 是是 然后他弟弟就介绍说 就是我跟他就是 未婚妻 对 未婚妻 我们要结婚了 对 有宝宝了 有宝宝 因为他本来以为说 是那个女的要过来找他麻烦 就说也像 他之前把他甩了 结果竟然跟他弟弟勾在一起 而且这个时间点半年而已 是是是 这是电影 这是韩剧 恐怖的电影 好韩剧 好韩剧 是 然后因为我在想 就是说这个女的 刚好也喜欢这种外型 因为刚好双胞胎 对不对 然后因为他这个弟弟 本来就比较稳重 后来 这个哥哥就私底下就传 弟弟一定会说 是 叫女朋友说 这是我哥哥 你要不要叫他 是 真的会真的会 就是要叫他什么 阿伯吗 没有啦 叫哥哥也是叫哥哥 对 可以讲大伯 对 大伯 是是是 对 然后这个哥哥呢 他就传line 给这个女的问他说 你是故意的吗 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 我们之前 不就是在一起过吗 我们也发生过关系 你跟我弟弟 也发生过关系吗 这样是很怪 你可不可以离开 你是要报复什么的吗 就这个女的回他什么吗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我们两个什么时候在一起 你不要骚扰我 是是是 对就是很像撇的一干二净 那这个男客人他来找我 他就是要来问我说 这个女的是不是要复仇 还是 他们就真的是不期而遇 我算牌我就说 对啊 他就是故意要报复你的 要整你的 结果他们结婚了嘛 那结婚当天有没有 对 就是不是办喜业吗 对 然后这个弟弟就带着他的 另外一半 就是这个女的 就一起跟大伯 就是跟这个哥哥敬酒 然后就是这个 这个女的就跟大伯说 就说 祝你早日找到幸福 希望你可以找到真爱 结果那个 那个哥哥就 因为喝酒了嘛 整个发飙了 然后就拍桌子 就是 父母亲都吓一跳 说你怎么了 就说他祝你找到真爱 不是很好吗 就因为这样的事情 就是因为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就变得不爱回家 那后来他们就生小孩了嘛 那生了小孩子 那个小孩子很可爱嘛 因为后来就过了三年 那小孩子也三岁了 都会叫 会叫 他说 这个女的都会叫那个小孩子说 就是说 妈妈 就是说我妈妈说他很爱你 我也很爱你 妈妈说 希望你也可以爱妈妈 也可以爱我们一家人 是 然后那个大伯就觉得每天 他就觉得被这个骚扰 所以 他就变成说他以后家族聚会 他都不要回去 不要回去之后 这个女的还会故意叫 他的弟弟 就是他的老公 打电话给哥哥说 为什么 他都不回来 是